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3号 昨天呢我们去了民进党竞选的总部呢 看这个开票的过程 也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事实上在1月12号的时候 三党有一个选前之夜的造势活动 这个我们也都去了 当时总的感觉就是 柯文哲呢在年轻人这一边呢 他的支持的率呢是比较高的 在柯文哲的那个竞选现场 你能够看到很多人 带着头上一个小草的那个标志 然后呢这个在那唱歌啊 就是这个当时的气氛也挺热闹 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竞选活动 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那么在这个国民党那边的话呢 当时的这个气氛的话呢 就比较木气沉沉啊 就是当时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嗨 在国民党的支持中呢 还是老年人相对来说多一些 那国民党那边呢 其实这个当时虽然没有请马英九出来 通常来说这种在选前之夜 都要请一些大佬出来 这一次呢他们请的是王金平啊 就是原来马英九时代的立法院的院长 但是呢没有请马英九总统 这个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马英九当时说了一些 让大家非常愤怒的话 就是一些卖台求荣的话 就是讲这个台湾应该向中共投降 类似于这样的话 所以呢这个马英九就没有来 但是呢马英九虽然没有来 但是整个的活动呢 感觉是一场没有马英九的 但是马英九的阴影一直都在 因为整个国民党选战的主轴的话呢 就是宣传说如果要是这个按照 这个民进党上台的这种路线的话呢 中台之间啊 就是中共跟台湾之间就会开战 开战的结果就是很多青年被迫上战场 所以当时这个 我在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感觉那边的这个整个的气氛不是很嗨 然后当时我呢留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我觉得柯文哲甚至有可能会排在第二位 然后国民党排在第三位 但是其实呢我们低估了国民党百年老党 毕竟是死而不将 或者是说他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在 民间的这个党组织啊 这个根基还是非常的深 特别是在这个选战的过程中呢 就是你还是需要一些基层的党务工作者 来帮你做一些事情 这个并不仅仅是在抖音上 这个或者是在YouTube上 号召一些年轻人为你做事 就有人真的去做事的 而且这些人即使真的做事的话 他们也不见得真的就有那种策略啊 或者是真的有这种能力去把基层动员起来 所以呢这个在这次最后选举的结果的话呢 就是柯文哲还是排在了第三位啊 就是他可能是在大城市 像台北这种地方 他的知识率比较高 但是可能在一些这个这个南部啊 包括一些这个小的视线呢 他可能知识率呢还是比较低 那这一次呢 这个大选的结果现在已经出炉了 除了赖清德和肖伟琴当选之外呢 立法院的席次是这样的 国民党呢拿到了52席啊 成为了立法院的第一大党 然后呢这个民进党拿到51席 那么在无党派人士的话呢 拿到两席 那民众党的话呢 拿到了8席 这个就意味着说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如果要组成国会多数的话 都得要跟柯文哲合作 那么在中共那边的反应是这样啊 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兵华呢 在周六晚上表示说 台湾两项的这个选举结果显示说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 当然他这个说法的话 大概指的是说这个赖清德得票 没有超过50%嘛 所以他说这个只拿到了40%啊 所以说他认为赖清德不能够代表主流民意 但这个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啊 这个他还讲说两岸的这个关系的 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是不会改变 然后呢还说这个两岸同胞越走越亲啊 然后呢这个越来越走越近啊 他说这种愿望的话呢是不会改变的啊 更阻挡不了祖国的统一啊 必然统一的这种大事 拜登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拜登明确的表示说我们不支持台独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认为 拜登是软弱的一种表示啊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政策 从来都没有支持过台独 美国的政策对台过去一直是模糊政策 就是既不支持台湾的独立同时的话呢 也不支持这个中共武装入侵台湾 但是呢就是说他过去都没有讲啊 都没有很明确的讲 拜登呢是在他的任期把这两年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如果台湾独立的话 就必然意味着中共不得不冒险发动战争 那么这个肯定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尤其是现在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然后呢这个阿乙战争也没有结束 所以呢这个拜登呢肯定是不想在这个同时 有那么在这个南 就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吧 不希望有更多的麻烦 所以呢他说他们这个美国呢不支持台独啊 其实并没有这个什么特别的一些政策的变化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 只是呢把过去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给挑明了而已 那这次大选的话呢 我觉得最大的赢家呢是柯文哲 最大的输家是习近平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包括未来台海 我觉得还会有很多的危机 我们一会呢会详细分析一下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的一些评论的话 认为我是支持民进党 是吧 就认为我是支持这个绿营的 其实也不是啊 就是我只是说不想看到台湾 这个得之不义的民主和自由沦陷 不希望看到台湾人民遭受到跟中国大陆一样 没有人权的啊 没有法治的这样一种黑暗的境地 所以呢就是说 其实不是支持民进党啊 而是支持台湾的人民啊 或者说是而是为了这个揭露共产党的邪恶 其实民进党有一些政策 我也是不认同的 这个这个问题的话 我咱们一会儿再讲吧 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 就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 关注有网上的观众的请您点赞 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啊 这个研究发现呢 在高利参中啊 含有的这个人参灶带的种类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齐参 临床数据呢 也显示说 高利人参在预防糖尿病 高血压和提振免疫方面呢 有非常明显的疗效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的想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普瑞糖的黑参 普瑞糖的这个黑参呢 他是采用了100%韩国优质6年根的高利参为原料 按照400年的补法 经过九争九爆的方法啊 这个纯手工制作 这样制成的黑参呢 更立于人体 对人参灶带的吸收 这个吸收率呢 可以达到80%以上 这个普瑞糖黑参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不同的这个蒸晒的这个次助的话 会带来他颜色不断的加深啊 这个如果是九争九晒的话 就会完全变成黑色 他呢 这个因为含有的这个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啊 是白参的16倍 所以他的功效呢 就更强大 韩国呢 有一位金先生啊 他是患有糖尿病 之前的血糖忽高忽低 然后呢 经常出现头晕和出冷汗的症状 但是呢 在服用了普瑞糖黑参之后呢 那些症状现在就都没有了 血糖一笔之前平稳 连医生都怕他血糖控制的比较好 除了普瑞糖黑参之外呢 这个普瑞糖还有百分之百的纯素的植物鱼油啊 对于心血管 降三高 降胆固醇和消炎抗菌都有很好的作用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 输入我的专属密码 TL2023啊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的邮寄 好了 那么咱们现在呢 开始回过头来说 这个第一个新闻啊 这个昨天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选举的结果 做了一点简单的评论啊 昨天我们来自 这个 就是我们来台湾这个官选的大V团呢 这个做了一集叫周末大V谈啊 这个链接呢 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大V啊 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选举的啊 就能够听到一些多元的声音吧 台湾的选举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啊 昨天我在现场 这个传了一些视频 那当然现场的人很多了 所以这个在现场传视频的时候速度相当的慢 稍微大一点的视频就传不上去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是非常具有草根性啊 民众的参与度呢 也非常的高 这个跟在美国感觉特别不一样 在美国其实我也参加一些选举活动啊 去看一些rally 就是相当于群众集会 美国的这种就是群众集会呢 它是比较精英化的 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这种群众集会上的话 就是比如说候选人出来讲讲话 就就就基本上就这样了 就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举行的地点一般都是在体育馆 大的在体育馆 小的话呢 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学校 甚至是社区的礼堂里边 但是台湾这边的不是一样啊 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台湾的这个选举非常具有草根性 民众的这个参与度很高 热情也非常的高 所以就感觉可能是因为当时民进党在搞选举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本来就是搞草根运动 搞这个街头运动出身嘛 所以他们非常善于搞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搞这种集会的时候还会请一些艺人出来表演 唱歌跳舞 然后呢 还有主持人 一个一个的介绍人上来讲话 这个呢 确实是很像嘉年华 这一次邀请我们来参选的 官选的这个新民协会的理事长 这个黄敬龙先生给我们介绍说 台湾的其实有两万多个投票站 每个投票站开票的话 都是三党人员都在场 所有候选人所在的党派都在场 然后每一张选票的话都要唱票 然后呢 还要验票 验票之后还要记录 整个过程的话都是有录影的 所以作弊的可能性 至少在这个环节几乎是没有的 而且呢 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户籍的所在地投票 就有 当时跟我们在一块 就是在这边活动的有的朋友 他就是加在台中 他就突然之间就说 我得离开一下 坐高铁回台中去投票 所以其实从这个坐高铁的这个人数 就是回去也可以看到 就是比平时多了多少 大概就能够看出选民投票的热情 这方面我觉得台湾不管是投票也好 还是在这个开票 验票 数票的这方面 确实是比美国先进的多 也有很多美国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次大选 我觉得最大的赢家呢 是柯文哲 最大的输家呢 是习近平 习近平是连输三次了 2016年 2020年 2024年 三次大选 在习近平在位的时候 三次大选 都是民进党赢 而且民进党赢三连胜啊 就等于是 创造了台湾历史的一个记录 等于这个 避免了过去的执政党 每八年就要轮替一次的这种魔咒啊 被这个民进党这次给打破了 这个呢 其实标志着 习近平对台政策的彻底的失败 中共现在对台的宣传 已经有点进退失据了 就是硬了也不行 软了也不行 这个这次国台办的发言 感觉好像就是 这个两边都不满意 国台办不是说民进党 不能够代表这个主流民意吗 那小粉红就特别不满意啊 说你说这个话有什么用啊 你到这打呀 对吧 对这个国台办的软弱不满意 那国台办如果要是硬的话呢 这个感觉好像又不打不行啊 所以他呢 这个只能说一点 稍微软一点的话啊 走这种中间的路线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显示出 中共现在已经在对台的宣传上啊 已经是无路可走 其实对台的政策也走到了尽头了 这个民进党的党纲啊 大家知道 他就是支持台湾独立的 是吧 那这个反贼们啊 像我们这样的反贼们 我们是认为台湾的选举 更凸显出大陆没有民主和自由啊 所以这个民进党 他的这个胜选的本身啊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给大陆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 就是大陆是没有这样的选举的机会的 习近平对台政策现在还在继续提九二共识啊 还在提一国两制啊 但实际上其实现在对台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王沪宁呢 现在在主导对台的政策 九二共识也好 或者一国两制也好 已经渐渐的在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啊 因为这个这是根本就空喊口号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王沪宁现在想做的事叫做两岸融合 通过两岸融合的方式呢 向台湾来散播假信息 影响台湾的选举 这次台湾选举 中共借选的这个迹象还是非常的明显啊 从这个郭台铭被迫退选 到这个蓝白河 马英九撮合这个蓝白河 到这个柯文哲自己讲啊 说有人出我忘了两亿美元是吧 就是让这个柯文哲退选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马英九在这个选举之前 说那番话 都是感觉好像是中共在 想方设法去借助台湾的选举 当然也包括中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就讲一些非常严厉的话 去恫吓台湾 那这一次呢 莱清德在当选之后 也非常明确的提到了中共借选的问题 他其中提到说 他说我们没有让外部势力的借选得逞 外部势力也就是中共了 然后呢 这个赖清德说我们也做到了 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总统自己选 对不对 他当时讲了这样一番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赖清德上台呢 肖美琴他们两个赢得选举的话呢 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 目前台湾我看到最大的危机 就是中共的信息战危机 这一次柯文哲能够当选 就是你观察一下这个现象就会发现 柯文哲当选跟年轻人的知识是有关系的 而年轻人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全议题 他们整天泡在抖音上或者脸书上或者油管上 而中共的话其实很容易向他们精准的投喂 中共要他们看到的这种假信息 也就是说 中共通过操纵年轻人来去改变这种选举的状况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话 他就是这样了 对吧 像柯文哲这个人 就是很多人就批评他 普遍的批评 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原则 别人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但是很多年轻人就是关心自己的工资啊 住房啊 对吧 然后这个柯文哲知道他们关心这个 他们就说 而且大家知道在这个抖音上也好 就是一个一分钟的视频 你是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逻辑严谨的 提出很多证据的这样一种论述 你只能告诉他一个结论 给他贴一个标签什么之类的 就只能这样做 信息非常的简单 人呢接受起来的话 没有任何智力方面的障碍 但是呢 其实你已经失去了 去思考和辩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辩论的话呢 双方得罗列自己的论据是吧 然后呢 这个论证过程是不是逻辑严谨的 他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在抖音上的话 他是没有这样的辩论的机会 所以他只是给你不断的重复 轰炸同样的信息 把这样的信息植入到你的脑子里面的时候 你就认为理所当然 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我不断的给你轰炸 说这个房价太高了 年轻人生活太难了 只有柯文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完了之后的话 可能柯文哲出来露一下脸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就这样的信息的话 比如15秒反复的给你轰炸 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的这种 投票意愿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 这个 这些问题 经济问题的话 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他不是说一个候选人 他想解决就能解决的 那柯文哲他到底能够有什么方法 解决这个房价的问题 是吧 我也不相信柯文哲真的有什么解决方案 像工资多少也好 或者是住房的价格也好 我觉得只能交给市场来决定 你只有交给市场 这个工资的话 在大家在这个 让这个 市场上能够繁荣起来 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够 这个让这个人手出现短缺 这个时候的工资才可能往上涨 而且住房的话也只有在这个不断的这个 净价的过程中 让市场来定价 那个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当这个市场的 让的房子多的时候 这个房价才能够降得下来 政府的介入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他甚至可能会让这个问题更多的恶化 大家知道美国的左派 他总是希望提高最低工资 认为这样的话可以让穷人的收入多一点 但是呢 你要知道提高工资的结果反而是降低了穷人的收入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是吧 怎么会提高工资 反而会降低穷人收入呢 因为你工资一提高之后 雇主就雇不起了吗 对吧 本来让你来工作 这个四个小时 现在就说你来工作一个小时吧 因为我付不起了吗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工资反而降低了 所以我一直讲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打败市场 就不用说柯文哲了 就是习近平他也不能打败市场 这才是为什么习近平面对下滑的股市 楼市高涨的债务 习近平会束手无策的原因吗 因此指望政府解决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 反而会把这个问题转嫁到 本来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的身上 最后就是大家一块垮掉了 这些问题都是常识 但是我在采访的时候 我问那些人为什么支持柯文哲 当他们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 我又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们辩论 不可能长篇大论的跟被采访的人讨论 所以我当时只能扮演一个听众的角色 国民党虽然也赢了立法院的多数 但是失去了总统大位 而民进党三连任 这个民进党赢了三连任之后 我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像国民党这样一个百年老党 是不是会因此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其实如果你要让我总结 为什么国民党这次选战失败 我觉得最大的失败 就是也是国民党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太练权了 因为练权呢 他们就觉得不甘心就输给民进党 于是就去投靠共产党 就希望能为自己报仇 拿回到台湾的权利 哪怕做一个特首或者台湾省省长 这样的话好歹我也把台湾全部的权利抓到手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练权的心理 我觉得是国民党失败的很大的原因 而且他们总是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打算 就是他们去总是找一些 能够可能让我获得最大权利的事 比如说一旦胜利我就是总统 但是问题是那你不胜利怎么办呢 你一旦不胜利的话 你就不用说当总统了 是吧 你连副总统都捞不到 2000年大选的时候国民党的分裂 2016年大选的时候 国民党的大佬对于选举的干涉等等 都是例证 就是国民党这些大佬太连权 那这一次的国民党幸好拿到了国会的多数 然后总的得票也超过了柯文哲 否则的话我觉得国民党恐怕会面临再一次的分裂 柯文哲呢 现在他是成了这个大选的赢家了啊 凭借着自己在国会中的巴西啊 就是他已经成为了立法院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了 两党都要找他合作 所以他可以两头通吃 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对于柯文哲的信心不是很大啊 就感觉他的很多说法做法啊 比如像什么两岸一家亲呢 就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就是他的那些那些表现呢 我觉得他是深受中共影响的 所以在蓝营和绿营之间呢 我觉得柯文哲贴蓝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 就是柯文哲跟国民党合作可能会更加的紧密一些 当然了这个民进党呢也不是没有他的问题啊 我觉得民进党还是不应该过度的本土化啊 既然已经执政了嘛 民进党就是全台湾的执政党啊 就是各个族裔的执政党 而不仅仅是原住民的执政党 因此我觉得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一定要国际事业啊 特别是不要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啊 不要老想着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 其实我们在这次和台湾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 都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中国大陆不能够民主化的话 那台湾的威胁就永远都不能解除 这一次啊 比如说这个每一次大选的话 之所以如此之紧张 主要是因为这个选举结果决定了 这个台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中共渗透的问题 每一次民进党上台 你可能躲四年啊 就是把这个危机推后四年 但是这个危机的话 你真的能够永远这样推下去吗 万一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万一比如说经济出了问题啊 或者是说这个其他别的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大家觉得民进党执政我已经腻歪了 我想换一个政党 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有可能失去 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 民进党就可能失去中华民国的政权 那个时候呢 这个台湾其实就比较危险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一直这么推下去 习近平经常讲说 说这个台湾问题不能够长期不解决 是吧 不能够长时间这么拖下去 其实我觉得共产党问题也不能这么长期的拖下去 拖下去之后的话 我觉得台湾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特别是它是属于一种那种隐性的进攻方 你一直在防守 因为你没有实力跟他去较量嘛 对吧 在军事上你也不如他嘛 所以台湾就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守势 这对台湾来说的话是有输无盈 你总是在守 你怎么能够赢呢 对吧 怎么才能够解决共产党 一劳永逸的解决共产党的威胁 所以真的要解决共产党的威胁的话 还得让大陆民主化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 让大陆民主化也好 或者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也好 并不一定要靠武力 有的时候软实力其实也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 这就看台湾的执政者 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啊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这个绿营的话呢 也不要想起来 我们就是一个岛国 关起门来过日子就可以了 就安全了 这完全不是这样 昨天我们这些官选的自媒体人 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就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呢 是因为爱中国啊 所以去爱中共 然后呢 这个国民党我觉得有一批人是这样的 因为爱中国所以去爱中共 而很多人啊 特别是这个绿营的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是因为恨中共啊 所以就恨中国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偏颇的啊 非常偏颇 就完全把中共跟中国混得一谈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绿营中现在还有一种趋势 就是去中国化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值得重视的 民进党现在的这个成长啊 就是过去呢 这个大家知道民党一直主张台独的 这个政党 那年轻人因为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嘛 所以在台湾出生的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叫天然独啊 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大陆没有感情 所以这些年轻人的话就投给民进党 但是呢 这个你感觉好像民进党基本盘会不断的扩大 是吧 因为老一辈的人 这个倾向统一的人 在不断的这个变老啊 甚至死去 但是现在面临着柯文哲的一个分流 就柯文哲现在把年轻人的选票拿走了 拿走了很多 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时间上对于国民党来说是 不管是这个民众党也好 或者是民进党也好啊 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 他们受到的这个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民党的这个选战的情形是越来越不利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就是如果 不是民进党 国民党啊 如果真的要走出阴霾的话 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深耕 深耕本土的民众啊 就不要再想想 想象中说 我们国民党的话 我们就投靠中共就好了 我们从中共那边拿一些资源 然后回来选举 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就像把自己当成一个台湾本土的政党啊 然后深耕本土的民众 然后呢拿出好的经济政策来啊 拿出好的两岸关系的政策来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这个是国民党过去做的相当不足的地方 再一个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放弃对中共的幻想 很多人之所以不投给国民党 就是因为国民党要跟中共勾勾搭搭嘛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跟中共切割 然后呢拿出好的经济政策 拿出好的两岸关系的政策 再一个的话 要保存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这方面下功夫 这样的话呢 这个你这么做的话 就能够增加自己的软实力啊 经济方面也好 文化方面也好 你能够增加自己的软实力 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国民党才有可能在将来枯木逢春啊 反正总而言之的话 共产党是毒药 远离它呢就对了啊 这个最后呢 再说两句这个关于这个人大 最近有一个事儿 我们简单的说两句 这个中共央视客户端呢 在1229号的时候报道说 这个人大常委会工委啊 他呢最近呢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一个 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其中呢要求人大呢 要这个要这个人大啊 这个要有明确的法律 废止株连犯罪人亲属的做法 因为有的地方政府发通告 就是犯罪人员的配偶子女 他的父母和其他近亲属 在教育就业和这个社会保障方面的话 都是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剥夺 那法工委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罪责自负 这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 是吧 你不能够让一个人犯了罪之后的话 让他的家人去背锅 让他家人去连坐 那中共的话呢 过去是拿这两天啊 中共是拿这样的这个法工委的这么的一种 这种说法的话来表现中共的开明 说你看我们也这个没有在迫害这个 这个所谓的犯罪人员的家属吧 包括他们考公务员呢 升学啊 参军啊 工作等等啊 就是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这个更多的剥夺 但是实际上啊 这个这个最高法最近发了一个通告啊 这个通告里边的话呢 就说呃 这个说叫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 做出上学入就业等方面的限制 什么叫非必要啊 对吧 当你说非必要的时候 必要和不必要到底是由谁来判断的 法律的制定一定要非常的明晰啊 这样的话大家才知道怎么去遵从这个法律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中共的最高法院还是不愿意放弃啊 去拿住这个民众软肋的这种做法啊 所谓软肋的话就是你的工作啊 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就没有工作 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 你爸你妈都没工作啊 或者说你的子女就不能就业上学等等 那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中共这个还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对民众软肋的这种难逆啊 哪怕不惜采取违反法治的基本原则啊 然后搞这种株连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方面的东西 就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啊 我觉得台湾的这些政党们 他们应该把这样的信息 想办法让这个台湾人民知道啊 然后呢这个这样的我觉得 这样的话我觉得能够让台湾人呢 就是能够做出在选举的时候 能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吧 就至少把国家的安全能够作为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的张先生 阿联酋的张先生和新加坡的徐先生 一家给我的非盈利机构 天亮联盟的捐款 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 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会成巨著 百家大义为伟道来 敬全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 两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 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 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 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 前瞻未来的风云 今天就登陆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